第十三章 青山红花诗 剑锋之前再无阻挡 竟是狠狠射穿了他的身体 没有人知道宁缺如何做到在电光火石极短的一瞬间内 用手里那把看似普通的黄羊硬木弓连续射出三只羽箭 更没有人能明白 为什么这名看似普通的少年君族竟拥有如此恐怖的箭术 竟能连续三次射中同一块极小的区域 中年书生觉得一根坚硬粗壮的木棍重重撞向自己的胸膛 被硬生生震的向后退了两步 然后他感觉自己的胸口有些热 那股热度到最后竟变成了滚烫 他下意识里向下望去 看见一根羽箭莫胸而入 青山外残留着一小节箭感和箭语 鲜血侵然 就像是开了一朵红花 中年书生不可置信地盯着胸前青山上湿润的红花 满是血水的脸上显出了一抹荒谬错愕的神情 他慢慢无力跌坐进地面的落叶斧尼间 即便是修行者即便是有魔宗手段吸纳天地元气入体的修行者 在心脏被射穿后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操控自己的意念 天地间那根无形的线就在他跌坐的那一刻戛然断裂 失去控制的那根染穴断脂已经无法再威胁到一位念师 虽然这位念师现在已经虚弱至极 吕清晨微一条眉将眼前的断纸震飞 断纸擦着老人苍老的面容击飞而过 落在老人身后的车厢上 只听得扑斥树声脆响 半截车厢坍塌分崩化为费力 这截断纸里凝结着中年书生先前强行吸纳的些微天地元气 虽然已经失去了意念的控制 依然能够造成如此恐怖的效果 如果没有那三根语剑 这截断纸肯定会对老人造成极严重的伤害 那么这场刺杀肯定也就会迎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场间活下来的人们都很清楚这一点 中年书生自然是最明白其中关键的那个人 他痛苦地看了眼胸前的剑语 艰难地抬起头来望向车阵后方 想要看看那个剑手究竟长什么模样 在最关键的时刻射出闪电三剑 以强悍无敌的剑术强行破开精密的轻甲 近乎不可思议地杀死了一位大剑尸 往狂澜于祭祷 拯救大唐公主殿下于危难之际 是时候享受众人的目光中的震惊 感激甚至是崇拜了 侍女告诉他那位大剑尸应该是夏侯的部署 以嚣张好杀闻名于天下 他自己本性为夏 却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姓夏 而是把自己的权名变成了他们的姓 长子夏侯静 赐子夏侯卫 诸如此类 当朝中某学士提出疑问时 夏侯桀骜不驯地应当 吴当开创以流传万世之姓氏 吴当为祖 故当以我名为姓 使为夏侯氏 夏侯将军是个名人 但宁缺一直在心中默默念着他的名字 从叙述到震惊 再到淡淡枉然嘲讽 自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从宁缺四岁的时候开始 这个仿佛蒙着血水 洒着嚣张火焰的名字 便一直深深藏在他的脑海之中 从来不曾忘记 他没有见过夏侯 但他知道夏侯的喜好厌恶 知道夏侯曾经最宠爱的小妾是谁 知道夏侯为什么要烹杀那位小妾 知道夏侯每天要吃三斤最肥美的羊肉 甚至知道夏侯每天上茅测的时间规律 他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这位大唐名将的人 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自己更想杀死这位大唐名将 这位将军霸蛮粗犷的外表下 隐藏着的是一颗冷力聪慧之心 冷酷残忍好杀试试试 但此人永远只会相信自己的手 所以他绝不会把刺杀公主的野望全部寄托在青山中年人 这个明显并不是嫡系的大剑尸手中 那个人一定会派出自己最中心的死士 盯着这场厮杀 观察事态的发展 甚至有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跳出来结束一切 在宁缺看来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 半边车厢垮塌 半边车厢完好 一个满脸灰尘的小孩哭着探出头来 清秀婢女紧张地提起裙摆向那边跑去 宁缺右手闪电般探出把他重重摔到地上 只见头顶细树枝碎成一片啪啪作响 迷蒙遮人眼 碎吏之中 两名穿着黑衣的蒙面人现出身形 呼啸向下方制出两粒金属丸 同时背后长剑反抽出鞘 冰寒刺骨 那两粒呼啸而至的金属丸 漆着红点 是大唐边军精锐才会极少量配置的火油弹 燃烧威力极为恐怖 宁缺常年私混在边塞军营之中 对这种金属丸自然不会陌生 用最快的速度扔掉手中的弓箭 双手同时伸向背后的刀柄 大声喊道 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